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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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是一部合作影片 今天要來向各位介紹這個產品 Forgammer出的 NWAP硬體式遊戲路由優化器 就是一個 帶有優化功能的路由器 它主要的客群 就是一些比較常連海外的玩家 像是你打APEX 打魔咒世界 打PUBG之類的 這個東西就會比較有用 它目前支援的遊戲有 魔咒世界經典版APEX Core of Duty的現代戰爭 跟冷戰都有 然後PUBG Day by Daylight POE 流亡暗道 LOGAN RBN Online都有 那如果有玩這些遊戲的話 就可以參考看看 反正它就是針對你的位置 去尋找最佳路徑 而且提供專屬遊戲的海覽通道 去連接遊戲制服器 解決海外主機連線的問題 減少路線來回傳遞所產生的延遲 以及遊戲風包儀式的機率 降低PIN值和強化連線的穩定度 一般來說 如果有在打經濟類型遊戲 會比較有機會用得到 尤其如果像是海底電纜 又突然被鯊魚搖斷 像是下雨天的時候 就還蠻明顯的 連一些海外SERVER的時候 都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這次我們就以APEX來做測試 比較開啟加速的前貨差異 那首先來看一下NWARP 要怎麼安裝 其實還蠻簡單的 打開包裝盒後 在盒內可以看到路由器的本體 一條網路線以及一個電源供應器 接著看你的主機 把數據機的網路線拔下來 然後插入NWARP的WAN插孔內 再將附屬的網路線插入後面 隨便一個洞 想插哪就插哪 都可以插 然後連接主機 最後NWARP接上電源 硬體的部分就弄完了 網路這時候就已經可以使用 接著打開網頁輸入網址 網址我會留在資訊欄 連上後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點畫面左側的主畫面頁簽 在選擇區找到自己的電腦名稱 點一下旁邊的開關就好 剩下優化的工作以及遊戲都不用再去設定 NWARP會自動幫你搞定後續的流程 那NWARP也支援PS4跟Switch 連接方式跟前面一樣 WAN Pro接好數據機之後 直接從其他Pro拉線出來就好 Switch則還需要接一條USB轉RJ45的頭 才可以支援 這次APEX測試的伺服器 分別是美西的奧勒岡州 以及東京的伺服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奧勒岡州的測試 我這邊測了三次 一場半開半關 然後一場全開加速 一場完全不開來做比較 在登錄面板這邊 看到奧勒岡州的PIN值是140 NWARP優化按鈕現在是開啟的狀態 那優化效果要進入遊戲的時候才會有數據 等一下可以看進入遊戲後的遊玩穩定度 以及PIN值有沒有差 落地後PIN值約在200上下浮動 PIN值的優化雖然看起來沒有變好 而且還變慢 不過原本在外面看的PIN值 跟實際進遊戲之後的PIN值 本來就是會有落差 算是正常狀態 而且現在還沒有出現丟失風暴的狀況 順暢度是正常的 如果出現丟爆的狀況就會很難打 這裡可以看到打擊感明顯delay一點的感覺 常在玩射擊遊戲的人都知道 PIN值如果超過100以上 就會有很明顯的延遲感 現在我們切換到NWARP使用介面 可以看到現在的優化品質 Internet的PIN是一般網路的節點 NWARP則是優化的節點 左下角則是優化的百分比 雖然我是不知道要怎麼運算的 那NWARP對於每款遊戲支援的伺服器不同 Apex只支援香港、新加坡、日本和美西 只有連入上面4個伺服器才會有優化 其他的沒有 它會優化連線的品質 但是無法改變你電腦IP的網域 你的IP位置依然是在台灣 這點需要特別注意 好接下來我們現在把優化開關關掉 測試一下開關對遊戲連線品質的影響 在切圍遊戲內就發現斷線了 因為節點突然更動導致 好險這場還是有連回去 那我這裡有測試過 遊戲中突然關閉優化 還是可以連線回去 但是遊戲中途開啟優化 會無法連回原本進行中的遊戲 一關閉優化後 很明顯的發現 右上角的丟包數值衝到20幾 非常的嚴重 畫面也開始會有點回溯感 人物也開始有瞬間移動的跡象 但PIN值依然是200上下 那這裡來個分享經驗談 PIN值高還是可以玩得了遊戲 但是會丟包的話 會大幅度影響遊戲體驗 丟包會出現狀況 會像是人物會瞬間移動 或是你以為你射了 但是你沒有射出去 就是薛丁格的射啦 在你觀察它之前 它就是一個既射又非射的狀態 那目前看起來 處理瘋包儀式的部分 開啟優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來測試 有開跟沒開的差異 然後因為每一場遊戲伺服器都會有不同 所以PIN值也會有小小的落差 那這次的測試 將有開優化以及沒有開優化的場次一起播放 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差異還是在丟包的地方 兩邊的PIN值就是200上下 但是丟包的場次有很嚴重的不順暢感 那現在測試的伺服器是東京伺服器 測試方式一樣是半開 在伺服器列表顯示PIN值為53 進入遊戲後約70上下 列表上的PIN值 似乎一定會跟實際遊戲中有落差 但是其實這微小的差異 在體感上個人是感受不太出來的 現在是開啟優化的狀態 東京相較於美希來說更流暢一些 畢竟PIN值低很多 沒有出現卡頓也沒有丟封包 我們將優化關閉觀察看看連線品質 關閉優化後 遊戲內PIN值一直維持在70上下 其實也沒有出現丟封包的狀況 很明顯較遠的伺服器優化才會感受得到 所以如果本身連線品質還OK的狀況之下 NWARP的效益基本上 老闆不好意思喔 基本上就用不太到 好!最後一個測試 NWARP的智慧QOS的功能 介紹上說明它會優先針對遊戲風包傳輸 就是如果你同時在用網路 例如說你想要先抓個睡前要用的影片 但是你又不是很想要等 所以想說要邊打個電動 那這個功能就是會讓你 遊戲的風包優先權會比較高 我測試的方法是 在打電動的時候 下載一個4G大小的檔案 開啟及關閉 然後觀察遊戲內PIN值的變動 測試的伺服器在台灣 在還沒有開始下載前 遊戲內的PIN值是35左右 開啟下載進度後 PIN值提升差不多10那一邊 那看起來QOS的效果非常顯著喔 落地後的PIN值則維持在50上下浮動 感覺是很好的成績 如果有其他人在用網路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 這邊要特別注意 能夠提供優先權這件事情 一定要透過NWARP 如果不是走NWARP那一台 出來的網路不會提供優先權 所以如果要避免這樣的狀況 就是要拉線配線那些要弄好 如果你遊玩的遊戲伺服器 在比較遠的國家 像是韓國啊美西之類的 使用NWARP能夠有效的排除丟爆的問題 總的而論 這台機器我個人沒用 等等!我講的是我個人喔 主要原因是 我都是在玩單機遊戲比較多 現在也不太玩什麼經濟類型的遊戲 那如果你是比較常玩經濟類型的遊戲 像是PUBG啊 APEX啊 ROAD之類的 而且是比較常連到海外去打的話 在連線品質上 勢必有更高的需求 那這一台雖然 PIN值表現上提升了有限 但是在風包儀式處理的部分就很不錯 另外 原本測試的時候 天氣都還不錯 剛好 在解稿的時候有下雨 網路環境就出現不穩的狀況 就拿來測試看看 沒開優化前 遊戲內有明顯丟爆的情形 且人物還會瞬間移動啊 或是開箱明明點了 子彈卻沒有出去 但是開啟優化後 狀況有明顯的直接排除 PIN值雖然無法壓下來 但是丟爆值是直接降到0 但是這個0是單場測試的狀況 不見得是普遍狀況 但是整體體驗我覺得是OK的 如果今天有連到海外SERVER的需求 這台我覺得可以參考看看 也可以看看別人的測試 可能會更專業 不過如果都是在玩單機 或是沒有連海外的話 這台優化效果可能就蠻有限的 另外這台除了需要買硬體以外 服務還需要額外購買月租方案 方案的詳情就留在下方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訂閱